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 我真是错误不了了 这大过年血压也没降下来过 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 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 身高大约在160左右 身材偏胖一点短发 一上来就跟我说 要找做生意的老板 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 看这价势没点实力 说不出来这话 我问大姐你是在哪高救 她说打零工 这三字一出 我那脑神经都没转过弯 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一下自己 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 年薪在三万左右 离异三年多了 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 初中学历 说到这还特地强调了一下 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 明年就可以毕业了 毕业之后会考会计 考本科等等 现在是有车有房 有存款无位数 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 现在这年头 婚姻靠爱情肯定指望不上 她前夫在物业上班 一个月四千多点 这老婆孩子都跟着喝风 她整天抱怨这男人没用 这抱怨多了俩人就吵架 最后就离了 房子给了她 说到这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 哎呀我看你粉丝挺多 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 我想明白了 为了我和我女儿 我也得找个有钱的 听到我那池子里的王八 都忍不住怼 你大白天做梦 你不要脸了你 这位大姐还一个劲的滔滔不绝 说南方一定要在170以上 50岁以内学历本科以上 做生意的老板 年收入最低30万 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 她说自己做不了后妈 但可以给南方再生一胎 最后补充了一下 接受姐弟恋 哎呀听到我那血压 蹭蹭蹭直拱 我跟她说 先不说50岁未婚 还没生过孩子老板有几个 就算有 你自己都44了 缺油缺水缺电了 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 这位大姑娘听完呢 那直接回怼我呀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那新闻上呀 60岁不还能生两个吗 再说了 我就算生不出来了 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 过季过来给她 以后啊给她养老 她这不是啊 白捡个姑娘吗 这顿输出啊 直接给我干懵了啊 人家当老板 缺你闺女给养老了 就你这思维方式啊 那小脑啊 指定是离家出走了 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 还是来做梦来了 人家老板呢 凭什么要娶你啊 是你调好盘量 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 就算你适量法拉里 这40多年了 你修发动机 他也没配件了吧 人家都当老板了 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 娶了你 怕这死了 棺材本都不饱了吧 她听了就开始不爽 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 会做饭会收拾房子 另外呢 她经历过婚姻啊 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 听到这儿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呀 你上段婚姻贤贫爱富 自私自利 一屁股屎还没擦开眼睛呢 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 我还没说完啊 她就不愿意了 怼我说呀 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 三千多万呢 两条腿男人那么多 这女人啊 想嫁 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 哎哟 听到我呀 是啊 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 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 一想天开吧 想要嫁得好啊 首先自己得优秀 没事减减肥啊 去脂去游 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 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 多点自利能力 想找三十万的 自己先达到个十万 凡事都得讲求门当户对 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 小鸟依人一点 不然呢 要啥啥没有 还五大三粗的 老板取你回去 对费大米 今儿且这王宝不要了啊 换刺猬看门 这种人再进来 就给炸出去 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 对吧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关注我的死死暴主 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 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 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 相亲的相亲啊 摆烂的摆烂 打仗的打仗 结婚的结婚 那是一家欢喜 十家优啊 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 哎呀 还有三天订婚啊 女方突然涨嫁 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 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 大晚上赶忙紧的啊 去了一趟女方家里 这个南方啊是92年的 中专学历啊 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 月薪在两万岸左右吧 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 有个妹妹啊 通过相亲呢 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94年的大专学历 在私企是做前台的 老家呢也是农村的 两人谈了有一年多 这起初呢 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 觉得南方啊 家庭条件差一点 而且还那么远啊 好在姑娘这人呢 还不错啊 比较坚持 觉得南方人很好 也喜欢她 就这样呢 两家上个月呢 是谈了定期 彩礼啊 也是讨价还价 定在了六万 女方陪价 两万的家电 商业的挺好 准备下个周啊 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 两个人呢 就去定期领结婚证 结果呀 昨天女方突然变卦 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 说如果想要定期的话 彩礼至少十二万 我一听 这彩礼价格 她直接翻了个番啊 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 那我赶紧去了 女方家里之后啊 这女方父母在啊 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 他们就说啊 自己以前不太懂啊 私下里给答应了 家里亲戚啊 一听啊 这价格觉得不合理 说谁谁谁家呀 给了多少多少啊 谁谁家怎样怎样 我听完先生劝呀 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 彩礼这事啊 可不能去攀比 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 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 女方妈妈就反摸我呀 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 确实一般家里还穷 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 喜欢她呢 我也就认了 但是彩礼 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 这别人啊 都还没有赔嫁来 我们还赔嫁了两万 所以啊 彩礼十二万啊 一分不少 这女方父亲人还行 觉得呀半道改嫁 她确实啊不是很地道 觉得要不这样吧 就八万块钱 或者六万呢 我们不给赔嫁了 刚说完啊 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 就你话多 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 赶紧闭嘴 转身的就跟我说呀 哎呀我们有事啊 先商议一下 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 去了礼屋啊 我先强调一下 我真的没有偷听啊 那大姨去了礼屋之后 给别人打电话 她开着免提啊 那身有多大呀 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 就说呀 你要咬紧牙关啊 别松口 十二万啊 她一年就挣出来了 这点钱她都不给的话 那肯定啊 都不是成心要取的 这女方妈妈呢 在电话那头啊 就说啊 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 这要不给咋办啊 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 她俩都谈了一年了 她都三十多了 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 最后啊要实在不行 你就降到十万嘛 零了对方还来了就啊 千万别给赔价 你别傻 哎 这挂了电话 她俩就出来了 跟我说呀 彩礼十二万一分不少 理由是啊 男方一年能赚二十多个 这些钱对她来说都是小钱 我听完呢 说实话啊 咱也没好意思穿破 但是我也没啥内心了 就直接就跟她说啊 你女儿都二十八岁了 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 就这么一个女儿 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 这男方自己创业 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 如果你彩礼逼急了 昏黄了 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 要是男方给了这十二万 昏成了 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 风水轮流转 最后这结果呀 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 那女方妈妈呢 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 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 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 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 听着我就来气呀 抚养孩子啊 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 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 谁不服养孩子呀 别听别人说的 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 过得好不好 别人能帮你怎么的 最后 哎呀 真的是又没了一个多点啊 两人终于松口 说彩礼六万就六万 但是这嫁妆一分不出了 能听完呢 我咖也到这个份上了 就跟男士沟通啊 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 但是啊也接受了 觉得啊 女朋友人很好 不想让女朋友夹在中间为难 就这样人家后天呢 这个订婚啊 继续 以前呢我就说过 这百年前的那些土匪啊 都投胎当了赵母娘了呀 做事你得顾全大局 算计多了 自私自利 最后啊 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 哎呀 不说了啊 为刺猬去了 这快过年了 得让他们给我开好门啊 中午啊 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 相亲见面 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 这男方呢是33岁啊 在私企工作 部门经理 有车有房 年薪在10万左右 女方呢是32岁 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 做审计工作的 年薪也在10万左右 两个人呢 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 互相觉得都还行 条件也相当 这年龄呢也合适啊 就答应消除看看 这不两人都放假了 今天中午啊 又约着啊 见了第二次面 刚刚见完面啊 就在中午 有一点左右啊 两人就干起仗来了 先后给我打电话呀 以前我就说过啊 一旦见完面 立马就找我的 基本都不是好事 先是女方气质汹汹啊 说对方不真诚 态度不好 一问具体情况 这姑娘就罗列出了 四条罪证 这第一条啊 男方在知道 今天见面的前提下 没有跟她沟通 出行问题 简单点说啊 就是没有开车去接她 导致她在寒冬腊月天 打车出来见面 其次啊 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 她说这是第二次见面 按理说呀 这第一次见面了解过了吗 大家都觉得合适啊 才会来见第二次面 一见面呢 也没有什么惊喜 也没什么浪漫 也没什么礼物 这得让她觉得 这个男人啊 并不是真心想要 跟他在一起的 第三个呢 是点菜的时候 男方直接忽视 他的喜好 是自顾自的点菜啊 他不爱吃海鲜 不爱吃鸡 但是男上都点上了 这第四条呀 说到这条 这姑娘嗓门 提高了八度呀 他竟然让我给他饭钱 我缺他钱吗 你给我评评理啊 这顿饭 先不说啊 都不是我的口味 不是麻的就是辣的 不是甜的就是咸的 我都没吃几口 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好意思 跟我要钱啊 哎呀 听完这四条 我的脑泻管 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 接着男方呢 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 这个情况 先是接送问题 这男士就说呀 自己一开始啊 确实不知道 女方是希望接他的 以为啊 两人约好地址 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响 男方觉得 这才是第二次见面吗 并不是很了解对方 所以还没有到 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 这第三呢 是关于吃饭 男方说自己啊 当时是问过 女方想吃什么 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 也不怎么搭理自己 一直在玩手机 也没抬头啊 就说了句随便 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 关于最后一个 要女方付钱这事 男士说啊 确实提出来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女方呀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全程对他都很冷淡 男士和他说话呢 也不搭理 偶尔回答几句呢 也没什么好气 总是自己啊 在玩手机 给他夹菜呢 他直接都给扔回来 说不需要 最后这个男士呢 也生气了 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 既然来相亲了 那就别端着了 也没人欠你 你拉大个脸 给谁看呢 这姑娘听完呢 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 就杠起来了啊 说对方人品有问题 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 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 男方就提出啊 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 女方听完呢 是拎包就走啊 事呢 就这么个事 结束之后呢 我给我大姨的邻居 回了个信啊 我这边妙小 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 确实伺候不了大佛 32岁了 还以为自己是23呢 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 30多了 接触的男的 也应该都30多了 就这个年龄段 除了骗子 谁一天没事研究着 怎么给你知道惊喜啊 没感觉到真诚 什么是真诚啊 车接车送 每天嘘寒问暖 各种浪漫加惊喜吗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怎么的 幻想着一个 长得帅超有钱的男人 就像盖世英雄 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承担起 你所有的经济开支 并且还得对你随教随道 像祖宗一样 宠着你 对你为命是从啊 是不是还得要 只死不渔的那种 死了这个男人 还得爱着你呢 为了你终身不娶啊 30多的人了 来相机找对象 说白了 就是条件合适 互相不讨厌 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 你还想着 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 大白天做梦 不害臊 再戳一下你的废管子啊 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 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要结婚呢 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啊 就要扶低做小 忍气吞声 找到条件差不多的 就要互相理解 互相迁就 你又不是公主 端着个臭架子 这辈子都得打光棍